最近资博烧烤火爆出圈登风造极 烧烤专列一票难求 买不到根本买不到 小马扎也是一座难求 做不着啊根本做不着啊 话说回来资博烧烤确实挺有腔调 山东人爱吃烧烤那是出了名的 特别是济南 资博 青岛的烧烤 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网友还给济南起了个新名号 叫中国串都 不过让烧烤真正成为美食 有规范化的操作 那还得是彭祖的功劳 话说这位彭祖是哪里人呢 就是今天的徐州人 所以说彭祖是烧烤界的祖师爷 徐州是中国烧烤的发源地 说到串都 我们大东北人民肯定不服啊 最起码在规模上 东北烧烤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烧烤界天团 代表性的城市有 锦州 齐齐哈尔 延吉 丹东等等等等 尤其是锦州 现在烧烤已经成为了锦州的一张名片 标志性的一句话就是 锦州烧烤啥都能烤啊 不仅如此 锦州烧烤还被列为了市籍非物质文化遗产 您瞅瞅 咱这撸的是串吗 这是文化呀 但是烧烤界的大哥 咱不得不提到新疆 特别是羊肉串 可谓是家喻户晓 妇如皆知 那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饮食文化符号 或者是象征 什么烤肉串 烤羊腿 烤全羊 烤包子 烤鱼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那是真正的万物皆可考啊 说了半天 说的都是北方烧烤 咱们南方朋友可能不服气啊 别急 咱们南派烧烤也绝不逊色 比如说广东 经济发达 夜生活丰富 海岸线还特别的长 所以这里的烧烤特色 一来比较晚 二来海鲜丰盛 特别是湛江炭烤生蚝 非常的有名 毕竟进水楼台先得月 湛江领海 湛江生蚝 远近闻名 湛江更是中国海鲜美食之都 烧烤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说到底 还是解馋 管宝 接地气 在炎炎夏日 约上三五好友 聊聊天 吃吃烧烤 人生值得呀 其实烧烤不仅仅是咱们中国人的美食 在世界多地也非常受欢迎 比如说东南亚的沙爹烤串 又比如说土耳其烤肉 还有巴西烤肉 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听完了上面的这么多介绍 这个五一假期 你想好去哪撸串了吗